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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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经文 我们乍看之下 假使我们在每一尊佛前面都现出许多身体 那么这样来看 好像是身多佛少 我们的身体很多 但是佛很少 那么假使自己的每一个身体去理依诸佛 就好像身少佛多 但实际上 佛身跟众身身的数目是相同的 怎么说呢 就佛的这方面来讲 佛的法身是骗一切处的 佛的法身既然骗一切处 所以佛的化身也能够骗一切处 只要有法身的地方 就有佛的化身 所以佛的化身无所不在 陷在一切众身的面前 所以佛的化身 数目无量 所以佛身跟一切众身身的数目是相同的 另外在黄金里面说到 众身心中念念常有佛成正觉 什么意思 就是在众身的内心当中 没念 没刹挪 都有菩萨成佛 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这边所讲的心是指真心 不是忘心 众身的真心就是佛性 也是净虚空骗法界的 那么这个法界非常的广大 所以念念当中都有菩萨成佛 也可以说呢 比方说现在来讲 每一秒钟都有菩萨成佛 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 所以说呢 有无量的诸佛在众身心当中 也就是有无量的诸佛陷在众身的面前 所以我们知道 佛的面前本来就有许多的众身 众身的面前本来就有许多的佛 所以佛身跟众身身 数目是相同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晓得呢 因为众身执着外境是真实的 因此就迷失了真心 所以就看不见 那么在这里提到 医佛前现无量身 医生骗你无量佛 古德的注解说到 必须要做官 你要去做观想 才能够达到 那么这样的情形呢 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德 具有大智慧才能够做到 我们一般呢 没有办法观想的 那么假使呢 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就尽自己的力量 恭敬的礼拜也很好 你就恭恭敬的拜 也是能够得到加持 也是能够跟诸佛感应到教理 那如果是登地的菩萨 因为已经证到了空性 证到了中道实相 所以呢 他不需要做官 就能够做到 那么登地的菩萨 他的身体能够分身到他方世界去礼拜他方世界的佛 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力 我们凡夫是做不到的 接着 仁三 节显无尽 说明呢 这个恨愿是无尽的情形 愧一 空间无尽 虚空戒尽 我立乃尽 以虚空戒不可禁锢 我此理尽 无有穷尽 这里的节显无尽 就是举出四件事情 都是无有穷尽的 首先呢 就先借由虚空来说明 说到呢 如果虚空戒有尽的话呢 那么我里有尽 但是呢 因为虚空戒无尽 所以呢 我里尽诸法 尽未来尽 无有穷尽 再看下一段 卢是乃至众生戒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尽 尽 我里乃尽 而众生戒乃至烦尽 无有禁锢 我此理尽 无有穷尽 卢是这两个字啊 是承接上一段的文 就如同上面所说的虚空这个法界 来说明啊 众生戒 众生业 众生烦尽 这三个法 那么乃至呢 是超略词 跟前面的这个虚空戒的比喻一样 但是呢 因为没有上文啊 手说的详细 所以用乃至啊 这两个字来包括 这个众生戒啊 也是无穷无尽的 比方以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来讲 目前呢 大概呢 有七十亿人口左右 这么的多 但是呢 这很能够啊 大概的计算 其他的像出生到的东西啊 你就很难算了 比方这个昆虫 那太多太多算不完 蚂蚁也算不完 所以这个众生的树木啊 无穷无尽啊 没有办法算完地 这是众生戒净 众生业净 或者我们说乃至呢 众生戒无有穷净 那么业也无有穷净 为什么说这个业没有穷净呢 业啊 是造业的意思 众生呢 必定会造业 既然众生无尽 所以呢 所造的业也无有穷净 业是怎么来的 业啊 是因为有烦恼 那么有烦恼 所以会造业 那么现在呢 众生造业无尽 所以呢 就知道众生的烦恼 无有穷净 因为众生无边 烦恼无尽 造业无穷 所以我普贤的礼敬诸佛 敬未来记 无有穷净 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这个烦恼无尽跟造业无尽啊 是从众生无尽当中所开出来的 所以说呢 这里举出四种的无尽 实际上呢 可以归纳成两种 就是虚空跟众生就可以了 那么就包括了 这个四个部分 这个虚空戒 众生戒 是就着空间来讲的 来说明呢 礼敬诸法 无有穷净 接着溃恶 时间无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皮厌 无有间断就是长久如尺 而不中断 皮厌呢 就是疲倦 厌烦 生业礼拜 口业赞叹 异业恭敬 没有生起啊 疲倦跟厌烦的念头 那这里的无有间断 无有皮厌 是就着时间 来说明啊 礼敬诸佛 无有穷净 那么这样说来 我们就晓得 这个礼敬诸法是 时间跟空间都无有穷净的 那么为什么能够啊 时空无有穷净呢 我们请看着 副表示 五十二页 副表示 副表示啊 这个 普贤恨怨 相续无间 文中说道 因悲至双运 故恨怨无间 因为普贤菩萨能够同时的运用大悲心跟智慧 所以呢 这个恨怨呢 无有间断 第一个 悲 有相形 依菩提心 发无尽恨怨 带众生礼拜 称赞乃至回向一同 这个 大悲心 这个悲啊 指大悲心 也可以指这个菩提心了 它是属于有相形 好 普贤菩萨的因为发了菩提心 所以就发起了无尽的恨怨 那么就带众生来礼拜 那么带众生来忏悔 所以呢 能够念念相续有间断 因为众生无边嘛 所以它就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那么生于焰呢 无有便 这是因为大悲心的推动 菩提心的推动 第二个呢 是智 无相形 依实相慧 智身佛同体 能离相而离 称赞乃至回向一同 第二个是应用智慧 这属于无相形 就是修理官了 前面的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是誓修 什么样的智慧呢 根据实相的智慧 这个实相智慧就是空有不恶的智慧 知身佛同体 知道上至诸佛 下至蠢动寒灵 一切众生都是同一个法身 那么因为众生无有穷尽 所以念念当中呢 都有拜佛的众生 那么众生非常非常的多了 不是就我们这个受伏世界 不是就我们地球 他方世界也有众生 那么他们也在拜佛 所以念念当中呢 都有拜佛的众生 那么因为众生呢 跟我这个普贤是同一个法身 所以众生拜 就是我普贤在拜 那么所以呢 这个普贤菩萨能够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是这个意思 那离相而离 这个有生灭心就有间断 就有疲厌 那么普贤菩萨他的修行 是依止不生灭心 不生不灭的心来修行 依止这个不生灭的心来礼拜理 所以无有间断 无有疲厌 那么这个离相而离 就是不灼相的意思 离而无理 无理而离 那么能够三轮体空 人理的我 那么所理的境界 还有呢 礼拜的这个法呢 都不执着 这个三轮体空 能够这样的去观照 这是智慧的观照 所以能够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甚于愿 无有疲厌 那么有人就问到了 这个礼敬诸佛这个愿 如果没有间断 那么其他九个恨愿 就没有时间来修了 那么何况呢 每一个恨愿 都是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甚于愿 无有疲厌 那怎么好呢 那怎么好呢 那就要回答一下 那么就是华音中 天台中都提到 一及一切 所谓的一就是个体 一切就是全体 那么这一及一切就是个体跟全体 彼此之间是互相含色的 互相的圆容可以是相同的 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 事实外的法界 是不是 每一个法事实上 都含色其他法 所以一及一切 一切其一 所以一行 一切行 那么一行当中 同时具足了一切的修行 这个在华音中叫做圆形 圆满的修行 一代表一切 一及一切 所以我们知道念一尊佛 就如同念了一切佛 那么前面我们也提到 这个十大愿亡 一门巨石 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提到 一门巨石 一院当中就拒绝了其他的九院 所以 这个到了菩萨的境界 他的观恨力跟修行力都提升了 比方这个登地菩萨 他就能够一及切一切其一 他就能够修一个恨愿 就具足其他的九院 那么同时能够十愿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甚于愿无有平愿 那么这一段文 十愿都相同 下面的九愿 称赞如来 广修共 乃至浦街回向 都是依着浦贤观恨 也就是悲至双运 而来修顶 所以这个十愿呢 都能够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甚于愿无有彼愿 接着呢 请看这副表 五 礼尽诸佛修学要义 甲义义乐 前行 这边说到呢 修学力 除我漫障 其尽性善 为什么叫我漫 由于呢 有我执 对我的执着 所以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 也就是所谓的优越感 对他呢 就升级了交慢心 这个交慢呢 是由于我执所引起的 所以称为我漫 我漫呢 是一种障碍 为什么呢 有慢呢 我慢呢 就表示呢 还有我执 我执是一种烦恼 就强烈的执着我 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平常讲的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就是为那个我 自己 那个就是我 这一生到底为谁奋斗 就是为了自己 所以呢 我执是一个烦恼 他会障碍我们修学善法 障碍我们呢 出离生死 所以我慢是一种障碍 称为我慢障 那么这个慢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看着维世论的解释 维世论云 云和为慢 事己于他 高举为性 能丈不慢 身苦为业 事己于他 这个事啊 是凭借的意思 凭借自己的能力 或者才华 认为啊 比别人好 高举为性 就是通常我们讲的 供高我慢 就是呢 抬高自己 那么感觉啊 自己比别人行 那么因此呢 瞧不起别人 这叫高举为性 能丈不慢 这样的情形 能够障碍不慢的这个善法 身苦为业 业是业用的意思 也就是作用的意思 作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我慢啊 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会让我们生起苦恼的静静 怎么讲呢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有慢心 他对于啊 这个有道德的人 内心啊 就不会谦卑 不知道要跟对方来学习 这是一个烦恼 有烦恼就有生死 有生死啊 就有轮回 轮回当中啊 他会遭受到各种的苦 所以说 生苦为业 他会啊 让我们产生苦恼的境界 这个慢心呢 一般人来讲啊 都有 只是呢 程度的不同 或多或少都有 比方呢 对于条件啊 比自己差的人 就认为啊 自己了不起 比方讲 他的车子比我差 就觉得自己不错 那么或者呢 这个能力啊 超过自己啊 但是呢 认为他也没有什么 反过来呢 觉得啊 自己啊 胜过对方 比方讲 虽然他的车子比我好 但是呢 我的戈壁比他粗 那么觉得呢 他也没什么 所以我们人呢 多多少少 关照自己啊 都有 好 那么这个礼敬诸佛啊 能够啊 对峙我们 起 尽性善 就是啊 能够生起 恭敬三宝 生性佛法的善业 因此呢 这个十代用的第一个愿啊 就是要修礼敬诸佛 来降服我们的慢心 增长我们的善业 那么怎么样调慢心呢 我们看下面 好 第一个呢 修我观 这个慢心啊 要能够降服 能够啊 没有 究竟来讲呢 要断除我值 也就是呢 要能够无我 也就是啊 要能够正到空性 正到空性之后 才能够无我的 好 那我们小的凡夫啊 呃 呃 我们凡夫重视呢 都没有正到空性 所以一定有我值 有我值 所以会有我慢 好 那么我们凡夫呢 越有才华的人 呃 他越焦慢 呃 越有学问的人呢 他的高慢性啊 就越高了 呃 呃 这样的程度啊 要到阿罗汉以上啊 呃 呃 才能够达到 呃 没有高慢性 呃 阿罗汉他不会说啊 呃 我比你强 呃 他没有这个心情 呃 呃 呃 他的心啊 能够离开一切的分别 呃 没有我慢性 好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达到无所得呢 呃 呃 就是要断除我值 好 那么怎么样去断除我值 就要修无我关 好 最后正到空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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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五蕴 五蕴就是色受想行事 色就是物質的境界 我們這個形形色色 靈靈種種 生了萬象 這些屬於色法 叫做色 受是感受的意思 我們眾生有苦樂的感受 有忍樂的感受 這是受 想就是想像 有人對他的未來是腳踏死地去想 有些是天馬行空 所以各式各樣的想法 行就是造業 有造三業 造二業 是就是認識 能夠分別外在的境界 這個叫是 我們的身心就是有這五個法所構成的 有這五個條件 既然是五個條件所構成的 這個我他就不真實了 因為他必須要依靠其他的條件 其中一個條件消失了 這個我他就消失了 所以他不是真實存在的 那什麼叫我呢 我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長一主宰的意思 什麼叫長 就是永遠不變 我們去觀察 我們現在這個我 他會不會永遠不變 不會 他有沒有長 你看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的身體會改變 我們的容貌會改變 我們的想法會改變 所以沒有個長 再一個一 什麼叫一 一就是獨立自存的意思 就是他不必假借其他的條件 他就能夠單獨存在 我們看我們是不是這樣的 不是你 剛剛提到有五個法 射射想行事 有這五個法聚合起來 才形成這個我 所以沒有一個單獨的 一個條件能夠構成我底 那麼在宇宙當中 你找不到一這件事情 就是他單獨 只有他 他不要依待其他的條件 就能夠成立 沒有這個法 再來是主宰 所謂的主宰就是自在自配 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我 你可以自在自配他 可不可以 不可能 是不是 他餓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叫他不餓 是不是 他生病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叫他不生病 所以你沒有辦法主宰他 控制他 所以我們這樣去觀察 就沒有長一主宰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無我 這是奴隸的思維 去修無我觀 那麼眾生 不了解我空 因為沒有波羅智慧的觀照 所以就虛妄地生起執著 在夢中 就執著 夢境為實有 那麼我曉得 這個夢境 它是當體極空的 當下就是虛妄不實地 這個夢 當下就是不真實的 是虛妄的 所以我們經常用夢來做譬喻 但是呢 有人認為 對這個譬喻 有這個疑問 說夢中的境界不真實 我可以了解 但是我醒來的時候 這個現象記 很真實 是不是 你這個肚子會餓 很真實 扎個針會痛 這些都是真實的 那麼白天所看的這個境界 不是夜間所見的 那麼怎麼說 是夢呢 那我們要曉得 晚上睡覺 一夕之夢 它是小夢 一生之夢 是大夢 我們現在從小到大 現在 到老到病到死 這是大夢 我們現在做的是要白日夢 白天在做夢 我們凡夫晚上做夢 白天做夢 哪時候有停止的時候 現在 現在在聽法 現在聽法就是 暫時停止做夢了 還有呢 我們現在在念佛 念佛的時候也暫時停止做夢 因為那是要引導你走出這個夢境 你在修行的時候 這個夢 就暫停了 所以等下諸位出去以後怎麼樣 又開始做夢了 那麼回來又清醒一點 所以要常常參加共修 才會常常頭腦清醒 沒有參加共修 你在家也要多念佛 那麼你念佛用功啊 就稍微清醒一點 你到公司上班 感覺又在做夢 那麼 假使呢 假使呢 我們沒有覺醒的話 都是在夢中啊 過日子裡 古人講啊 大夢 隨先覺啊 就這個意思 我們在生死當中啊 做一個大夢 輪回當中做一個很大的夢 好 那麼 所以我們現在啊 要用這個波羅智慧來觀照 才能夠覺悟 一覺悟啊 就知道射受想行事 五運皆空 就知道無我 那麼就知道身心世界啊 都是空底 台灣呢 有個企業家 他在研究所啊 剛畢業的時候啊 就跟他的朋友啊 設計出啊 一台電腦 他就開始啊 銷售這個電腦 他在二十六歲的時候 他就已經去過啊 四十幾個國家 推銷他的產品 那麼他的目標啊 是什麼呢 他的目標是 我在五十歲的時候 我要賺到五十億 台幣了 好 那麼 等到他到了五十歲的時候 果然達到他的目標了 而且不止五十億 一百多億 這個人呢 他雖然沒有學佛 但是呢 他做了很多的慈善事業 那麼也做很多的公益的這個事業了 那麼很不幸呢 他五十五歲的時候 因為 腦出水就走掉了 就去世了 五十多歲 還年輕啊 現在來看 那麼 他的遺產當然就留給他的妻子了 那麼 三年多後 他的妻子啊 到國外去 突然啊 心臟病發作 也走掉了 不到六十歲 那麼其實他們夫婦啊 都是不錯的人 都是世間的善能 那麼就從佛話來看呢 就是在做夢了 確實夢 好 所以想看是夢 不管你的苦啊 還是熱啊 成敗的事啊 都做夢 到走的時候啊 抓都抓不走 廣經好上講 死的時候啊 你連一根針啊 一根草都帶不走 是不是 我們這樣體會 因為確實如此嘛 你一根草啊 你都帶不走 你帶的都什麼 我們這個 中國人 還有一個習俗 走的時候 人往生的時候 要給他手要塞幾塊錢 是不是 所以他帶著走 讓他 這個不知道什麼意思啦 這個好像是說 讓他帶走 還是要留給子孫 就不曉得了 那麼他這個 往生的人是帶不走的 就這樣帶不走 他連身體都帶不走 他那個錢怎麼帶得走 想想看 所以都帶不走 所以我們要終止這個夢境 很重要 不要再做夢了 當然我也一樣 大家都不要再做夢 講的人沒有比你們高 那麼我們是在夢中說法 不過說這個法呢 是清淨禮法 能夠引導我們處理三戒 所以還是要聽法 夢中做佛事 做 見水月道場 做空花佛事 這個道場就水月一樣 你看水中的月亮有沒有真實 不真實啊 水中的月亮你搖一搖 他也是搖一搖 所以見水月道場 做空花佛事 虛空上面的花不真實 那是幻象 接著度一切苦惡 照見無欲皆空有什麼利益呢 就是能夠度一切苦惡 這個度是度脫的意思 脫離的意思 一切就是包括無欲的意思 世間的痛苦跟災難是無量無邊理 所以就一切這兩個字把它包掛起來 那麼苦是苦惱 能夠逼迫身心 二是災惡 也就是禍患災難 眾生最大的苦是什麼 就是生死輪迴的苦 不是說我被人家騙了 財產掉了 房子被燒了 感情失敗了 不是 這些都不是最大苦 最大的苦就是生死輪迴的苦 因為有輪迴 所以才產生這種種的苦 如果沒有輪迴就沒有這些苦了 生老病死都沒有 所以最大的苦就是輪迴的苦 如果沒有生死就沒有這些苦了 那麼現在呢 如果我們能夠照見五運皆空 就大達了洩脫的彼岸 可以度脫一切的煩惱 度脫一切的生死之苦 所以正到空性很重要 出離輪迴很重要 往生到進度很重要 你現在正不到空性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正到空性 我們要求生進度 到進度之後 你就能夠正到空性了 就能夠成佛 剛剛提到 要能夠照見五運皆空 相悟我慢 不容易 這個佛弟子 不管是出家人 還是在家人 雖然修行很久 如果沒有修五我官 這個我 他還是非常堅固 非常堅固 在唐朝有個法達法師 他七歲出家 他的功課是什麼呢 他的修行法門就是經常的送法經 有一天呢 他想要去參訪這個六祖惠仁大師 那麼他這個準備好就去了 去的時候 見到了六祖 他就跟他鼎禮 但是拜下去的時候 那個頭沒有點地 還懸在一半 沒有拜下去 那麼這個時候 六祖大師就跟他講 說 你如果有心要鼎禮 就應該要五體斗地 如果沒有真誠心 就不如不要鼎禮 如心中必有一物 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的內心當中一定是有什麼煩惱 障礙了你 所以你才表現出這樣一個行為出來 那麼六祖就問他說 你平常是修什麼法門的呢 這個法達大師就說了 我平常是念法華經 現在已經念了三千多步了 不容易 這個法華經很長 有七卷 那麼好好念 大概也要一天的時間 所以一天最多一步 那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念三千步 如果天天念 都沒有間斷也要十年的功夫 所以他法華經念了十年以上 念了這麼多 這個六祖大師就說了 如果你念了一萬步 能夠領悟經文當中的義理 而且不會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不會說自己的功德很大 很殊勝 你能夠如此的話就可以跟我來學法 好 六祖接著又說 你啊 認為這個法經念多了 有功德 自己呢 卻不知道有這個供高我慢的心 就為他說了一個寄送 禮本則慢床 頭戲不至地 有我最疾身 王共伏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頂禮啊 本來是為了要去除 供高我慢的這種高床 我們看那個床是什麼 你到寺廟去 看到那個床啊 高高的 扁的那個 圓的 床是圓的 這邊有什麼 那 後面有 這兩邊有 這個床圓的 這是床 都是選的高高的 那麼禮拜呢 本 禮本則慢床 這個禮拜本來是要 我們這種高慢的這種 信仰 那麼用這個床來做一個比喻 好 那麼 頭戲不至地 你的頭啊 為什麼不扣到地上呢 你有了我像 說我我念這個法經 念了三千多部 功德比誰都大 那麼說我這個念經的功德 已經超過了 主事了 有我罪其身 因為有我像 就我慢的罪生出來 亡共伏筆 如果心中不執著 我很有功德 有就如同沒有一樣 練完三千步啊 也不感覺到怎麼樣 不會有這個慢心 那麼你的福德 就會無量無邊了 好 所以說呢 我們佛弟子啊 如果要 調伏煩惱 這個修行啊 想要進步 就要修五五關 要修空關 好 那麼就能夠 達到五五的這種境界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完全正到空性 但是呢 我們可以體會 所以我們還是要修修五五五關 降伏我直 再來呢 修五五五關我們的煩惱 會比較少一點 有人我對待的時候 這個我啊 他的力量啊 會輕一點 勢力呢 會薄弱一點 好 那麼剛提到呢 這個是修五五關 二 學習謙卑 也就是呢 我們思維啊 謙卑的功德力 就能夠啊 逐漸地無我 蘇金雲滿朝筍千受益 這句話是說啊 自滿的人 就會啊 遭到損害 謙虛的人呢 就會受到益處 再看 再看下面 天道 天道窺盈而易遷 地道便盈而流遷 鬼神害盈而浮遷 人道悟盈而浩遷 這四句話 是出自於 易經的 段傳 段傳的內容呢 它是評論 這個六四卦的卦名 解釋這卦詞的意思 這六四卦出來了 我們不太容易懂 所以呢 古德啊 就寫了 段傳 來解釋這個 掛詞 這個段傳 在牽掛上面呢 就說了這四句話 天道窺盈而易遷 天的道理 不管是什麼 凡事啊 驕傲自滿的 就要使他虧損 而謙虛的呢 就要讓他得到益處 地道便盈而流遷 地的道理 不論是什麼 凡事就要自滿的 就要使他改變 不會讓他 永遠滿足 而謙虛的呢 就要使他 滋潤不酷 就像低的地方 這個流水經過了 必定會充滿這個 低蛙之處 鬼神害淫而浮遷 鬼神的道理呢 凡事啊 驕傲自滿的 就會使他受害 謙虛的呢 就會使他受福 人道 勿應而好謙 人的道理 都是啊 厭惡啊 驕傲自滿的人 而喜歡啊 這個謙虛的人 這是人的道理 好 這樣看起來呢 這個天地鬼神 還有人 都是看中啊 這個謙虛這一方面 那麼這個 《易經》上面有六十四卦 所講的呢 都是啊 這個天地陰陽變化的道理 那麼教我們啊 做人的方法 那麼每一卦呢 都有這個謠 什麼是謠 我們看這個一個掛 一個掛呢 有六個謠 那麼六個謠是那個橫線 有沒有 那麼橫線有陰謠跟陽謠 那麼一橫的 沒有缺口的 這個是陽謠 那麼有缺口的是陰謠 那麼這個掛呢 要寫 掛的時候要從底下寫到上面 那麼第一謠是在底下 第二謠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那麼一掛有六個謠 每一個謠呢 都有胸有疾 那麼這胸掛呢 是警戒我們呢 要去惡從善 這個疾掛呢 是勉勵我們人 要日心又心 那麼剛剛提到這個六個謠啊 每一個謠有胸有疾 但是在六十四卦當中 有一個最特殊的 就是牽掛 牽掛六謠皆疾 如果你占卜 那麼占到這個牽掛 六謠皆疾 一定都順利 每一個謠都是吉祥的 那表示說啊 這個一個人他如果謙虛 到哪裡都是吉祥的 也能夠逢凶化吉 遇難成祥 那麼什麼是謙虛 這個謙虛呢 就是發自我們內心裡 那麼表現在外 他不是一個樣子而已 他不是說一個表面的禮貌 不是 他是個內心的 一個謙卑啊 這個我們人跟人互動啊 可以體會出來 有時候是表面的一個互動 有時候是發自內心的 有時候是我們自己發自內心 有時候我們感受到對方的發自內心 那麼知道自己的不足 那麼就願意啊 那麼在人家的底下 並且呢 能夠啊 從別人的長處當中啊 學習這個有意的東西 那麼使勁自己呢 更加地進步 更加地完善 這就是謙虛了 孔子啊 曾經說過 三人心必有我師啊 就是說三個人同行啊 一定啊 有我的老師 那麼選擇他善的方面 我跟他學習 看到對方不善的 就對照自己 改正式的缺點 那麼這句話隱身啊 就是說每一個人啊 都可以當我們的老師 好 那麼這裡呢 也表現出啊 這個孔子啊 他本身啊 有這種謙虛啊 好學的精神 那麼這當中呢 他就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呢 擇其善者而從之 見到人家有善法 有功德 有長處 那麼我就跟他學了 這是謙虛啊 好學的精神 另一方面呢 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到人家有 這個不好的地方 我就引以為戒 反省自己 我有沒有這個過失 有沒有這個缺點 我就反省自己 那麼這樣子呢 不管呢 跟你啊 同行相處的人是怎麼樣 那麼有善有不善啊 都可以當我們的老師 這是個意思 所以說呢 我們人呢 在這個社會上啊 沒有辦法不跟人家來往 一定要跟人家來往 要互動的 是不是 你躲起門來 還是要出去買菜 是不是 你不買菜還是要吃飯 那麼就是啊 你要跟人家互動 那麼所以呢 我們要跟人家互動來往 這個做人的方法就要考究 那麼就要講究講究 那麼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謙虛 謙虛是最好的方法 無望不利 那麼一個人能夠謙虛啊 他在社會上啊 就能夠啊 得到大家的支持跟信任 那麼懂得謙虛的人呢 他就知道日心又心的重要 不但他的學人會求進步 那麼 道德也會求進步 那麼做人主事啊 交朋友等等啊 他樣樣啊 都會求進步 這個就好 所以說呢 種種的好處呢 也都是從謙虛上面得來的 所以這個叫做謙德 謙虛啊 有很多的功德 非常多的功德 我們舉個例子 在一個公司 在一個企業界 這個謙卑的呢 他就有福報了 比方你是當部署的 那你很謙卑很謙虛啊 這個主管他就願意啊 提拔你提心 那麼當主管呢 他謙虛啊 這個底下的部署啊 就願意啊 為你效勞 所以這個謙虛啊 很重要 這個中國古代啊 有個叫燕子的人 他是春秋時代 齊國人 這個春秋時代 距離現在啊 他大概是 戲院前五百年左右 這個燕子呢 他曾經啊 當過啊 這個齊國 三朝的宰相 齊陵宮 齊莊宮 跟齊錦宮 三朝的宰相 他本身呢 很節儉 而且啊 勤政愛民 所以這個齊國啊 都很尊重他 那麼這個燕子去世之後啊 孔子就讚嘆了 說啊 救命百姓而不誇 燕子果君子也 就是說呢 這個燕子啊 他的功德是什麼 他的德恨是什麼 就是啊 他能夠拯救百姓 好 記住百姓 好 讓百姓啊 能夠 這個 生活安樂 但是呢 他不會誇耀自己的 才華跟這個 工業 他確實是一個君子 我們要曉得這個 春秋啊 孔子做春秋啊 裡面的每一個 每句話 每一個字啊 都不是隨便寫理 好 不會像我們現在有時候 禮貌性的誇一下 不會 孔子講這個人是 有功德 就確實有功德 有過世 就是有公事 有過世 孔子啊不會隨便啊 稱讚 或是批評一個人 好 那麼這個燕子呢 他在當這個 奇景公宰相的時候呢 有一天啊 他出門 出門的時候啊 他的 馬車啊 剛好就路過 這個馬車夫的家 就是幫他拉車的 這個車夫的家 那麼這個車夫的妻子啊 他就看到 他的丈夫啊 在幫這個燕子拉車 剛好停在那邊 他就從門縫啊 偷偷地看他的丈夫的情形 這時候他看見了 他的丈夫啊 在那邊 那麼替宰相啊 拉車嘛 是不是 那邊剛好休息一下 那麼他的丈夫啊 感覺自己啊 坐在這個華麗的這個車蓋之下 趕著馬車啊 神氣火腺 揚揚得意 非常驕傲自滿的樣子 他就看到他丈夫啊 有這樣的情形 那麼等到這個車夫回家之後啊 他的妻子就跟他講啊 我要離開你了 那麼這意思啊 他說我再也不想回來 就是要修復的意思 那麼也就是呢 要跟他離婚 那麼車夫說 為什麼呢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看你情緒都很正常 那麼都很穩定啊 那麼這個妻子就說了 這個燕子啊 人家當到齊國的宰相 名聞天下 各國的諸法都知道他 非常驚訝他 但是呢他為人謙虛 那麼你呢 只是人家的車夫 拉車子裡 卻揚揚得意 那麼這就是啊 我為什麼要離開你的原因 那麼這車夫一聽啊 有慚愧心了 那麼聽了他的妻子的話之後呢 他以後駕車的這個態度就改變了 那麼處處啊 顯得非常的這個謙虛啊 很和蔼啊 這個燕子啊他也很會觀察了 他就觀察到這車夫 怎麼這個氣質開始不同了 開始有變化 就很奇怪 就問他原因是什麼 那麼車夫啊就如實如實地說出來了 這個燕子啊就很讚嘆他 很欣賞他 就說你能夠聽你這個 妻子的這個勸見啊 能夠馬上改過 這個精神可嘉 認為呢他是一個非常值得 信用的人 任用的人 就推薦他 當上這個齊國的大夫 從這個故事啊我們就 體會到 了解到 他這個妻子啊請求要離開 好 那麼他馬上能夠反省自己 那麼這個問題 哪裡不對 他能夠改過 他能夠反省 好馬上啊 態度就變得謙卑了 好 那麼之後呢他就從車夫變成大夫 好 那麼這樣的這個變化 就轉變得很大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 滿招損千壽益 而你自滿 那麼有什麼長處啊 你只要自滿就會招來這個過患 謙卑啊就能夠得到利益 好 所以在了凡世訊裡面的第四篇說到 謙德之效 這一篇呢它是專門講啊 這個謙虛的好處 謙虛的笑宴 所以大家呢有空啊 可以仔細地研究 就能夠啊得到很大的利益 那麼這個謙虛啊 待人處事辦什麼事情啊都很重要 好 那麼這邊呢 說到這個謙德之效 好 那麼這個時間也差不多 好 我們今天呢就說到這個地處 好 向下文常 賦予來日 回向